吴秀波 吴秀波在遭遇小三时间后,他所录制的节目镜头全被剪掉,而电视台为了剪掉吴秀波的镜头,还拼了三天三夜,相当辛苦。 之后,吴秀波上吃暖的镜头全无,拍摄好的电影,被撤到不能上映,连主演的电视剧也因此难登电视台,甚至此前和澳洲旅游局合作的宣传项目也被撤销,一时间,事业几乎毁于一旦。 连吴秀波此前参演的电视剧也被马赛克了名字,要知道同时被爆出来有小三的文章,名字还赫然在列呢,对此还有不少网友表示,吴秀波是被封杀了吧,看来以后都结不到角色了。 虽然之前吴秀波的遭遇很惨,不过事情却还没有结束。 2月14日,网报吴秀波本次占八文,表示,任何人都需要工作,都需要收入,为了工作和收入,去努力从事一个行业,这个责无旁贷。 这番话,已似是在暗示吴秀波要付出,文中为了收入一词,似乎也是在暗表示吴秀波失去工作后,身上没有什么钱了。 其实仔细想想,吴秀波本次占的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,毕竟吴秀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,就仿佛当初的范丁丁一样神颖了。 此时的吴秀波几乎所有的收入都失去了,而最近粉丝看到吴秀波,还是偶遇他和老婆一起在国外吃饭。 可以看到就算是在国外,吴秀波穿着也很低调土石,吃饭的地方都是很普通的地点,完全看不出来有大明星的影子。 更别谈于此前的哲畜场面大相信情,对此网友表示看来现在吴秀波的日子真的是不好过呀。 此时粉丝战呼吁吴秀波付出,想必也是希望他能够让自己的日子好一点。 话说回来,虽然吴秀波遭遇了很大的舆论,他的事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,不过他的老婆却一直如影随形,不仅公开表示支持吴秀波,大家每每看见吴秀波的身影身边,总能看见他老婆。 为此网友纷纷表示,吴秀波不管能不能付出,都不应该辜负自己的老婆对他的一番真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